然後,如果等一下被抓的時候,請記得跟法府聯絡 然後把自己的訊息分享出去 然後呢,也分享藍鐵,成家最後的模樣 請務必注意安全,我們不希望因為今天的黨派行動而使得各位接下來還要背負防二公務的罪名 這個樣子,我們心裡過不去 記得,其實在黨派的前幾天我媽媽還跟我講,我們真的要這樣子做嗎 這個苦難可不可以由我們家成長就好了 但是最後還是非常非常感謝各位 跟我們在一起,來見證最後的這個時刻 非常感謝 好,我們撲下口號 反東儀、顧家園 反東儀、顧家園 帆東儀、顧家園 顧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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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尊岩 顧家園 顧家園 正尊岩 正尊岩 反東儀 顧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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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kaji 她還在這裡。 她還在這裡。 我還在這裡。 我一直在這裡。 我本來就回來了。 媽媽爸爸呢? 媽媽媽爸爸。 媽媽媽媽媽? 我老婆受命,是用很多人的死命去換下來 但是當初民進黨怎麼說 他說土地情緒不應該是政府這麼冷酷無情 但是今天這個 九年了 九年的時間 才八十三百幾個 春五個、春四個、春一個 我以往,民進黨 你今天夢到新冠公園 你像台灣的八十年 今天八到八九十萬人 就要離開這個房子 這是他用死命拚來的這間房子 你今天用一支外甦就可以把所有的生意都沒有 你不是說要經路純圓 你今天要離開的是什麼的生意 九年來,所有的是委屈到台灣的 我不知道你到底今天要怎麼 面對這些老的 這兩個老的 我台灣的孫子小 他本來很勇敢 我告訴你 我們只要是台灣人 我們只要是這個土地 我很感謝你今天站出來 你今天站出來 讓我看到的大寶 一直在那下生 如果是這樣 但是我希望民進黨 今天這次是最美的一間 我希望你可以讓大家 台灣的八十年可以按摩下去 土地蒸燒 不是這樣粗暴 這樣斬暈 還要來就要來 依法行政 所以我非常感謝大家 我希望 今天這次是最美的一次 我希望民進黨 讓我們的民主和我們的自由 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 我們就要聽你的話 但是我現在想的是 阿伯和阿伯現在要去哪裡 你們大家看 所有的東西都沒有整理 你要看他們的家 會成家福 說實在 我們要怎麼去面對 那兩個人 這個政府是 怎麼對待這些老的 所以 正言萬苦 感謝大家 但是 感謝大家 保護自己 不要有影響 我如果沒有希望 說 我們就對這個 我們的 讓政府來 把我們灌燒的水明 所以 感謝大家 抱歉 這次有灌 阿 媽媽 媽媽上車房 媽媽要去救救 他在洗手間 OK 好 我們喊一下口號 抗開 反東奧 抗家園 抗家園 護家園 豬家園 曾 Vielen 骨人 反東奧 護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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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這是 何 Tomb 反東儀 護家園 反東儀 護家園 護家園 鄭尊嚴 護家園 鄭尊嚴 反東儀 護家園 護家園 鄭尊嚴 護家園 鄭尊嚴 護家園 鄭尊嚴 現在請媽媽過來跟她說一下 媽媽怎麼過來 媽媽怎麼搖飲 請你過來 媽媽 那個你坐在那裡 沒關係 她就坐在那裡 媽媽 我媽愛你 媽媽 你在擁 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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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媽媽媽媽 爸爸媽媽媽 爸爸媽媽媽 爸爸媽媽媽媽 爸爸媽媽媽 爸爸媽媽媽媽 爸爸媽媽媽媽媽 這樣可以 大家的老闆 我們三個月 少年來 幾萬 這不要再多多多 不要再多多多多多 大家的事情 保安支援 我們精神的支出 但是 大家都努力過 他還是 無法抵抗 這個政府 所以 所以,我只有一種信賴,感謝佛雲, 感謝九年來感謝支持。 我想大家能夠平安,沒事。 而且等分別已經舒服了, 我不太要, 沒睡了。 雖然,很不舒服。 雖然不想放棄這個家 但是到現在看情緒也是 沒有辦法 所以我只求大家平安 沒事 謝謝九年來大家的支持 努力幫我們擋住了 九年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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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知道要 做什麼需要 從心裡感謝你 他也是從 一直幫我們 教我們 怎麼樣 我們 那個之前 什麼都不知道 他也 教我們 幫我們 得到大家的支持 才能 到 底下 所以我 真的 謝謝 今天想 大家都 平安的 每次 那個 怎樣 把事情 我希望是 能夠平安的 人 陳媽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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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不看 你們 沒有 你們 你們 這麼多人 今天 家庭廟 還要去 這孩子說會 做到事情 所以我希望政府 你怎麼會 煩醒 不要再煩醒 我 我還是煩醒 我 阿媽 阿媽 爸爸不會講話 爸爸不會講話 他現在什麼 他現在什麼 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他真的不能 他真的不能了解 也不知道怎麼 怎麼會 他 我 我叫他 穿衣服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穿這個 現在警察已經在集結 那可能隨時 那個他們就會攻進來了 阿我本來是想說前面那個庭院是沒有被徵收的 所以也許他們不會從前面進來 但是 似乎他們 有可能 會那種說 什麼 追求最少 傷害的方式 從前面進來 所以呢 那個媒體朋友 你們可能就在路徑上面 到時候也小聲一下 好 那 非常感謝各位 不好意思 我已經不知道在政治夠 我應該講什麼 小心 然後拿電風下去 那個擺一下 那 我們在分享一下就是說 等一下 有抗爭經驗的 就稍微 就還是推 還是推 有抗爭經驗的還是推 那沒有抗爭經驗的 就放軟 放軟 給他抬 那如果身體沒有辦法 就是阿姨 如果沒有辦法被抬 沒關係 就自己用怕 好不好 好 然後我們最高原則是 不要讓陳爸陳媽受影響 不要 那 在 請問郭成功 就跟著喊口號 那我們現在練習一下 好 反東儀 反東儀 護家園 護家園 反東儀 反東儀 護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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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尊嚴 曾尊嚴 護家園 護家園 曾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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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讓大家右手拿起來 反對南鐵東儀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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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欠 送 賴清德出面負責 現在強猜要負責的可能已經不只是賴清德了 現在強猜要負責的可能也包含蔡英文 包含蘇貞昌 包含王偉哲 包含林佳龍 那我最後講一段 其實 各位知道 現在這個家庭 可以說 是台南是最被憎恨的一個家庭 或 可能是台南是最被憎恨的一個人 這個結果呢 的確是我們當初 一來抗爭 我沒有想到的 我萬萬沒有想到說 我們要真的是自己的尊嚴 同時 我們也要真的是 被統治著 一般人民的尊嚴 但是最後 我們卻會成為其他人民 真正的對象 今天的這個強猜 其實 我們知道 最魂後手 當然就是賴清德 但是 只有賴清德一個人 也不會有這個結果 包含 包含 現在的總統 下令的 據說是 在蘇德昌下令 以及現在的 市長 都應該要來承擔這個強拆 的結果 甚至 甚至 在過去九年裡面 造謠污衊 我們家 造謠污衊這些抗爭者 的媒體 以及市民們 你們都要共同承擔 因為這不會是最後一家 台南市 這個我所 愛的城市 這個我曾經認為 是一個文明 有文化的城市 現在 就將要 建築在 無辜人民的血淚上 一個 偉大的城市 怎麼能夠 建築在 無辜人民的血淚上 這一筆 會永遠的記下來 現在的市民 可能沒有辦法理解 我們這九年抗爭的訴求 後面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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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幫人家擋拆,今天幫自己家裡面擋拆,其實我才知道這個程度真的是不一樣的 我坦白跟各位講,我現在心裡面充滿了恐懼 這個熟悉的地方,我不知道等一下會被什麼樣子吹喘過汗 好,那我想接下來,左心 您是在庭嗎?在庭上,庭上臉,坐一下 好,我們坐下來 我們要坐下來 我們要坐下來 對啦,我們要坐下來 媽媽,她要帶回照 我先到庭上了 在庭上,小人子,坐下 我想充滿了 媽媽,你去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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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跟妳說,我確實太好 我們要出去,再進一線的,讓溝通一下,教他們不要這樣惡搞啊 我們展現一下你們來的功能啊,明明代表的事情 出去跟警察溝通一下,教他們不要亂搞啊 阿姨,再講,阿姨,再講 今天他們都請請我,在家呢 前面,我在家的情緒一樣 看那個聽到過以前的勇敢 現在的脆弱,真的好多多 我們每一個安器樂業,想要一個安器樂業的家,都沒有辦法透到 我一直講說,如果終於有他的正常性 我的家全部奉獻都沒有關係 可是政府就是不跟我們講道的 就是不跟我們講道的 就是不跟我們講道的 部分,是不跟我們講道的 那種脅迫的手段在贊乎我們 難道我們應該請說這些嗎 如果他有真傷心 為什麼不敢正對面對我們 今天十五晚都還沒判決 憑什麼來猜猜這個家 憑什麼 我反對 我反對到底 真的 你今天如果正當性 我們全部阻止 你國家政策撒毀 不是啊 都用搶的 用騙的 這是什麼國家 開的國家 我看不起 看不見 這真正是輪路 我們選別人代表 什麼 我們都不發發誓 結果是在去欺負我們 用那個公公前路 再欺負我們 我們要整個 對 你 什麼 公司 中 我們到底要怎麼 才能改變 就這個 我們不要 是不是 我們不不公過 我們不公開 別人 他打到天下的時候,他大概翻臉不認人啊 他們都是用騙的,像前幾天我們家也是一樣的 全部把那個打在外面,不能進去就是不能進去 人家相當成員,他就像前幾天,他就像前幾天一樣 他們很擠一隻,所以我把他打到外面,你可以自私 要馬上 crane,他就像前幾天一樣 他就像前幾天一樣,他就像前幾天一樣 如果你建議員到外面,我發現他就像前幾天一樣 這個他們的髮型的髮型的髮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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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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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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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一个人 活着当一个人 以人的姿态而活 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至少活得像个人 等一下我们也要用人的姿态来抗争 我们也要用人的姿态 从这个家离开 尊严的离开 其实从我开始摄入南铁中移案之后 我开始去研究台湾的主力政策 我开始去研究台湾的主力政策 然后呢 我才知道说 哦 从前也有那么多的例子 然后也有其他例子正在发生 那这九年来越走越了解他的这个运作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 被征收的人从整个社会来看 总是少数 然后我们社会的公民 我们已经太忙着 集集于生活 我们真的没有太多时间 去关心公共政策 我们获得的资讯 就是从电视里面来的 然后电视里面的那个位置 在整个家庭里面 事实上是扮演了 过去传统的时候 神安的那个位置 电视里面常出现的 可能是国民党政客 或民进党政客 所以这些政客 取代了从前神安里面的神明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就如此的相信他们 其中其中 我们以为整个社会 就只有这些神明的运作 我们忽视了 为什么 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糟糕 为什么 我们的薪水 没有办法往上涨 我们可支配的所得越来越少 要买的房子越来越高 小孩子越来越难在台湾 找到好工作 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后命的原因 但是当我去经过这九年 我知道这个土地掠夺 其实是万恶的根本 这个土地掠夺 其实不是政府掠夺百姓 他更精确的来谈 是这个社会里面 有权力 有势力 有关系的人 来掠夺一般的老百姓 因为 这些腐烂征收 就好像南铁东一样 白子黑字 在他们金建会 发给铁道局的公文书 讲的就非常非常明白了 改变路线 是为了 以土地开发利益 来弥补轨道建设 这个还是讲的比较好听的 我们去研究这个计划书 以及红河计划 我们发现 这个土地利益 最后还是要跑到财团手上的 光光是火车站那一块 512亿 还没有计算其他的战区 以及沿线腾工的土地 他重赚没有开发 他透过容积率 跟其他的周边都市重化等等 未来也会创造飞航飞航高的商机 那这些商机并不是 凭空而来的 这些商机只不过是房地产的商机 它是不是真的 这个会改善我们的生活呢 我们大家 期待这一些 进步开发的 我们就拭目以待 真的杀了 南铁城家 杀了 340户之后 台南就会更进步了吗 台南的经济就会更发展 出生率就会提高 薪水就会增加 然后大家会更买得起房子吗 我们大家就来看看 杀掉南铁城家 以及340个家庭之后 这个社会 到底得到利益的会是谁 这个扶乱征收 事实上是 台湾整个民主运作的毒瘤 最近的监察院报告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竞选总统的过程里面 不管是韩国语还是蔡英文 最大的 甚至现金的来源 都是土地开发商 事实上这个状况 不会只是在总统选举 在立法院的 立法委员的选举 议员的选举 市长的选举 都是如此 在台湾大大小小的选举 最主要的 清楚 就是土地开发商 甚至媒体 我们也知道 现在已经涉入土地开发 非常非常的深 所以拥有政治权利的政客 他们当然会站在土地开发商那一边 媒体当然也是站在土地开发商那一边 在台湾最有权利的 这两个机构 这两个category的机构 其实他们都站在土地开发商那一边 所以也难怪 去对抗这个土地开发商 主导在背后获得利益的这些土地 浮烂征收等等的这些老百姓 我们会被媒体抹黑成这个样子 我们会被政府在行政程序上面 打压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会必须要去遭遇这样不公平的司法审判 因为我们的血肉就是滋养他们获得权利 获得利益的根源 所以事实上台湾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台湾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权贵肯一般老百姓的血汗 透过这个土地掠夺 然后呢土地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上之后啊 很自然房地产的价格就容易控制 这个政府在帮助以低税收 土地开发所获得的税金 竟然的税率竟然是比你去投资 高科技产业企业还要来而低的 也远远比我们一般的薪水阶级来得低 所以你想想看台湾的资金 怎么可能去跑去做 什么企业转型 科技发展呢 不会的 在这个状况之下 各位的薪水平均薪资 怎么可能提高呢 在上面的人难道不知道这些事情吗 知道的 但是他们有想要改变吗 没有 特别是在民党执政之后 这个状况更为恶劣了 在过去这几年我们最被抹黑的严重 最严重就是两点 第一点说我们反对建设 事实上这些老百姓 包含我们家 并没有反对台南铁路地下化 我们没有反对台南铁路地下化这件事情 已经讲了九年了 讲了九年之后 他们仍然以反对地下化的名字 灌到我们头上来 我们反对的是南铁东移 因为东移了之后 扩大征收了土地 扩大了拆迁 但是政府都不承认这件事情 那荒谬的是 不承认这件事情的赖清德 以及陈廷非王定宇等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民意代表 在南铁东移案 刚刚在计划阶段还没有成型的时候 征询这些民意代表的时候 因为他们并没有取得这个市长的位置 所以他们一致 他们一致是反对南铁东移 他们觉得南铁东移会造成 这些东侧老百姓极大的苦难 一定会引起抗争 但是赖清德当市长的时候 他忘记他否认说有南铁东移这件事情 他说致死就是东移的 就是在这一侧 但是什么叫做致死呢 他的致死是从民国98年开始算 他说从民国98年算起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叫做致死嘛 然后外面的这些地下电台 这个卖药的电台 他们给我们冠上另外一个污名 叫做我们是为了钱抗争 包含那些网军 还有四处透过耳语 这些民进党的乡民们 九年来他们一直把我们冠上一个罪名 叫做我们要争取更多的补偿 所以我们才抗争 甚至民事还假造了一个新闻 造了一个莫名其妙 根本就不是居民的人 去演我们的抗争居民 然后做了一则五分钟的新闻 在2015年5月14号的那一天 做了一个五分钟的新闻 那个假的居民 要求每瓶九十万 同样那五分钟里面有莫名其妙去找来的 这个土地仲介业者 他们说被征收的人在炒作土地 被征收的人已经失去对这个土地的控制了 如何炒作土地 但是这个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新闻 然后每瓶九十万的这个 这个贪婪的这个罪名 就如影随形的跟随了我们 纵算我们在这九年来 我们从来没有把金钱补偿 来当作我们抗争的任何一点的诉求 纵算我们知道这个征收价格是如此的不合理 但是我们抗争的主轴一直都停留在 南铁公民缺乏公益性必要性 所以他进行的土地征收是浮烂征收 所以我们要求行政听政来以正式听 来跟政府有一个平等论理的机会 但是这些我们所讲的 所写的文章 都没有意义 他们就是不愿意在论理上面跟我们对话 他们就用铺天盖地的媒体 来扭曲是什么 如果一个政府他统治的方式是愚弄老百姓 你觉得这个政府还有可能爱人民吗 在这过程里面 行政程序里面 他一再的碾压老百姓的尊严 不把你当作人看 他在说行一种奴化 让你失去了尊严跟人格了之后 你就很容易自然就投降了 所以愚弄老百姓 奴化老百姓的这种政府 还能够叫做民主进步的政府吗 虽然说他们嘴巴里面口口声声说 他们做这些事情 是为了开发进步诸如此类等等的 我还记得梁文杰 他针对南铁东一案 以及高雄国贷市场案 他还写了一个系列的文章 里面在论述什么 为了台湾独立 必须要发展经济 为了发展经济 国家政府必须要有高效率 为了政府要有高效率 所以面对我们这些抗争者 应该要更展现公权力 这个听起来像是什么 这个听起来像是纳粹党 然后他们一再的说 其他的市民是支持的 所以你们应该要牺牲 这不就是纳粹党屠杀 犹太人的那一套吗 所以台湾并没有民主 我们有的只是民粹而已 然后这个民粹是由我们 投票所共同决定出来的 我们现在接下来还是喊口号 反东仪 反东仪 护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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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尊严 曾尊严 反东仪 护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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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尊严 曾尊严 那 大家我们先把手勾起来 先試個勾一下 確認你的那一排 你是有完整一排可以勾的 如果你旁邊只有兩三個人的話 麻煩你進入到後面那一排 可以坐進去 讓你的排變大一點 我右邊這邊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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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勾到 我右邊這邊缺人 沒有辦法勾到 教授那一排要不要進去後面那一排 可以嗎 你查強制或是毆打的時候 請記得要講出來 你不講沒有人知道 警察動你的話記得要喊出來 你們那邊排是完整的嗎 只要三個人 你們要四個人 這邊往前點 這邊可以再開一個人 還是你們這一排拉著這一排 你們對他這一排 延伸過去 你往前一點 你拉這一排 你爬這一排 我剛才說我放進去 如果我不能坐進去 如果我不能坐進去 那你們下來應該可以滿足的 大家確認一下你手勾的位置 跟就是做的方式是你舒服的方式 是你可以放輕鬆的方式 調整一下你的狀態 沒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嗎 確認你勾的方法 你可以順利的往後 扣住你的手 沒有 扣住你的手 扣了起來嗎 有包包貼的嗎 有包包包嗎 可以嗎 可以嗎 但是這樣子 這樣喔 都不是手是要出力的 這樣抓 這樣抓到別的鞋子 然後去拉松枯的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可以去喊口罕 反東儀 護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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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尊嚴 護家園 曾尊嚴 反對南鐵東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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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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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尊嚴 護家園 曾尊嚴 反對南鐵東儀 反對浮爛征收 反對南鐵東儀 反對浮爛征收 犯罪不犯罪 taken with phot tract contact 乖 ye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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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